刚刚讲到这个地方,其实接下来重点就是这个叫GetUildata 你自己改一下,名称好像这个Date有点怪怪 然后呢,Return回来的话 它会是一个Uildata 那也就是Return回来这个Uildata的话 它里面其实就是放什么 里面就放那个我们回来的所有的什么 其实就是看到东西就是这个 你如果按右键 就是检查原始码 其实就是这个 也就是它会怎么去把它读进来 其实基本上就是连线之后 然后OK 再去把它读 用那个Java的那个IO的那个类别里面东西 一行 一行 一行的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再串接 串接完之后就丢给那个URL那个就是回来那个Data 然后呢,帮我把它存起来 可是我存起来才是刚开始 因为这些东西你会发现 不是全部都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东西其实只有在在这个这个区段里面的某某些资料 然后 所以 困难点 第一个 但不过你们将来如果说需要 抓网路上的资料 你就懂得怎么样 其实重要的就是在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你找到他然后往下找 他的他的这个函数 他会Return 回去就是一个字串 那这个这个就是GETURL的这个Data的方选 那这里面方选的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String 这个是Return回去的这个 URL Data 预设只是Nur 里面是空的 另外的话呢 他需要一个Decode 去接什么 接转换 因为下来的东西 他会用byte的形式 一个一个 帮你把它下载 用字串 串流的方式 然后下来我印象中是一个byte 一个byte 所以你必须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叫做buffer Reader 去把它转换 转换之后的话呢 才会是我们要的这个这个字串形式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会有一个叫DecodeString的一个 这个变数去帮他接 那里面要做哪些事 第一个 这个用 建立一个什么 HC的一个 物件 这个物件就是连线 HTB URL Connection 那 再来的话就是建立什么 网址 那网址 我们刚刚那个网址 他是一个字串 可是我讲过了 因为他不接受这个字串 他只接受URL 所以我们这边 New一个什么 URL的这一个 有没有 物件 再给那个什么 给HT 他就接受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连线的话 那我们再来就是说 利用HC 那这边的话后面记得 强制转型 把URL 就这个 里面的话呢 他会有一个叫OpenConnection 有没有 把 Open那个Connection 就是我强制去连线了 连线之后的话呢 再把连线之后的结果 传给什么呢 传给 HC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去连线 我指定的那个网址 这个好像有点麻烦了 不过以后反正你只要记得 以后只要连 网站 就可以用这一招 去做 不只是Android里面 Java里面也这样做 这个是Java里面 所 拿过来用的 OK 所以第1个 那底下这边有一个叫 这个Mensure 这边有个Gate Gate是说 如果那个网站 他是互动式的 比如说有什么登录帐号密码 有没有 或者是等等 反正又需要丢参数的话 那你就用Gate 如果没有 那就不需要 那有Gate有Post Post就是也是一样 有一些传递参数的需求 那后面 这一行我故意把它 Mark 掉 因为我们这边不需要传任何参数 我只是要抓里面的资料 再来的话呢 我底下这个就 Do Input To Do Output To 反正就是这两个处 就是做一个什么 Connect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去连线了 OK 那当然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的话 他就连线成功了 不过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 你的手机 是要能够上网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的手机 没有办法上网的话 很抱歉 就会跳 跳掉了 OK 除非你这边 做一个什么 Try Cache 去捕捉那个Exception 就是如果当跳出错误的话 你还可以 不要 就是 就是不要继续下去 反正就跳离 不然的话呢 如果他Connect 你没有网络的话 就会跳离 OK 这边要特别注意 再来的话呢 用什么 用那个 Buffer Reader 这边有个叫 Buffer Reader 去把它从什么 从网络上抓 用什么方式抓 Get Get Input 3 反正就是什么 把那个串流的用 因为网络是串流的 他不是说 一下子整个档案 整个下来 他是 慢慢慢慢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网页慢慢慢慢显示出来 所以 用串流的方式把它通通都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的话 我需要用什么 用这底下 有一个叫做 Reader Line 用什么 用什么 这边的话 我用Buffer Reader 这个Buffer Reader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他有叫Reader Line的一个 方法 然后呢 可以怎么样 一直读 读到他 直到他完全没有为止 所以不等于诺我嘛 所以里面的话 如果有资料的话 那又帮我抓 一直抓 一直抓 抓到最后一行为止 那他是什么 一行一行的读取 OK 然后就一直往下 抓到为止之后的话 就把它close掉 那他这边有个try cache包覆 如果有error 讯息的话 他会丢出一个exception 就是说 有什么错误讯息 然后呢 告诉你哪里面有错误 那最后的话 把这个return回来 把这个里面的字串 return回来 那 不会有些同学想说 老师这个地方 好抽象 有没有办法知道里面到底传什么 其实顺便教一下 之前好像有同学 问到就是 出错技巧 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希望知道说 读了什么东西进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那中断点 就是在那个 我们的 最左边这边有一个 卷 有点像 他不是卷轴 他这边的话可以 点两下 好像有技巧 我印象中是不是 这边按右键 这边有个显示行号 有没有 如果行号 有没有 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把行号隐藏的话 就按一下 按右键 这边有个多 就是说在 这一个边框的地方 点一下 他会出现什么 我是在101号 增加一个什么 一个叫做中断点 这边叫做什么 行 行差断点 怪怪的 行差断点 有时候 比较不好 不好解 这边我叫中断点 OK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 Enjoy里面的城市 跑到这边 帮我停下来的话 其实就可以设个中断点 第1步 第2步的话 特别注意 请你切到什么 切到除错 有没有 这边有个除错 第3个请你点凑虫 按下去 那 特别注意 不过中断点 你要设得比较漂亮一点位置 你不要随便 放一个那个 卡住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是放在这边 这边是一直串接 那我主要是要知道说 我这边会有一个 透过BuffleReader 去帮我读一行 那读回来这一行里面到底 是放了什么东西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方会有个变数名称 这个变数名称呢 他会 当你中断在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 OK 那因为我是逐行去读了 所以 理论上应该这样 就是说 你跑什么 跑第1行的时候 是什么 没有 你跑第2行的时候 也是没有 你跑第3行的时候呢 就会这一行 跑第4行也是没有 第5行 对不对 他会一行 一行 那底下是串接串接串接 对 那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跑到这边 他停下来了 那停下来之后的话 如果让他继续跑的话 上面有个箭头 你把他往下跑 那这个时候 有没有 你会发现 Decode的stream里面是什么 没有东西 空置串 再下一个 第2行 也是空置串 第3行呢 有没有看到 这上面有没有改变 点他 下面这边是不是 有出现的东西了 第3行 那第4行是什么东西 第4行好像也是 就是没有东西 第5行的话是什么 第5行是 这个东西 有没有 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在 这边 有没有第5行 所以他是什么 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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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的读 读到哪里呢 读到那个 UIL Data里面 加等于 全部都串在一起 应该 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所以就是 一行一行读啦 这个里面 很多什么 类别啦 很多的那个 可能你没用到的那一些啦 基本上 你大概知道怎么用就好了 这个可以当成一个范本 反正 这一行放上去 就可以读网络上的资料 好 那就是 帮你把什么 网页上面的这所有东西 全部读完 直到什么 最后一行 结束了 就跳离了 然后他把整个 Return给你 不过 你Return回来才是麻烦 这些东西全部给我 可是我要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可是却要抓全部东西 好像有点不合理啦 不过没办法 如果说你要抓 就只能够 整个 整个打包回来 OK 所以请各位 稍微试一下 了解一下 这个 刚刚讲的这一段 就是叫做 Gate 有没有这个 UIL Data 本来叫Date 你把它改一下 另外 第二个 除错技巧 这一招非常好用 尤其是你不太懂 某些 这一个 值 里面到底放了什么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上方 前面 射中断点 不是只有点一个 你可以点好几个 反正你不知道的地方 你可以点点点 他就会Return出来 Return回来 就是会卡在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 他里面的值 都会告诉你 当然UIL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不过有的时候看到里面的东西 里面可能就放的东西 可能你看应该是有看没有懂 因为他是一个类别 已经打包了 这个 HC里面 当然也有一些相关属性 也会跳出来 不过通常这里面 他这个地方 UILData 里面呢 这是什么 串接之后的结果 所以越串越多越串越多 OK 所以可以透过 中断 加 除错 再加 凑虫 做完之后 特别注意 你跑完之后 记得就是要让他全部跑完 不然他会卡住 最后的话 再把它切回什么 你就看我印象中 再把它 全部执行完毕 或者是在执行这边一下 再切回Java 他就会恢复正常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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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